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十年某一件双刃未成事 今日把势军谁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小赫 钟离荣 欢迎收看最帅的画容点睛 今天是周末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终于要放假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 祝大家端午家节愉快 那基本上今天一个加权股价指数 再创波段新高 来到8754点波段最高点 好 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大模型的一个走势 它是一个回升 所以基本上8000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要过8840 那时候大家是怀疑的 早上来先看反弹就好啦 反弹去放空就好啦 我跟他讲说5月13号 你就是把这个手边的部位买满 拉到高水位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目前的一个指数的位置 已经非常接近8840了 然后电子股的部分 距离前高是8840的位置 然后台积电 已经过了 所以基本上 现在再告诉你说 会不过8840 你大概相信了 好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看 就是说 这下面是龙之鱼儿 几乎都没有涨啊 所以这个筹码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定的 可是我讲这个东西 如果我跟你讲说 你就背 你就把这个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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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C指数的部分它是回来的 还说股票是在回的 指数是在涨的 大家手上没有台积电啊 对不对 好 怎么去看 我怎么看就是要过8840啊 可是 你要怎么去利用什么时间点去拉回啊 拉回的时候去买 那个节奏就很重要 这边我跟大家讲说 你这叫做高标都会起 所以你这边就大力买就对 可是这边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有些股票在这段时间是没有涨的 但是它并不代表 不会涨哦 好 基本上我跟大家谈过就是指标 在这个地方要盘整 要整理或者是拉回做修正 然后再冲出去会比较好 那冲出去的话 它不会是指数 就指数的角度而言 它不会是买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冲出去 这边拉回 就流长上影线 这是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放下回来 就看 就看业绩啦 就靠中小型电子骨的一个表现 应该不能讲说中小型电子骨 因为OTC里面其实包括生技骨 我认为这个都还有机会 因为生技的部分 它不太可能这样走完 这个贵来指数是189.53 这个不会是最高点 这边在涨 大家都是养股地摆而已 我觉得这样不好啦 要看见别人看不到的 才能做别人不敢做的 要为了自己勇敢改变站出来 好 长假之前我刚才说 有些股票基本上你是要在那个时间点 先买的 我今天再来验证这东西 长假之后 有没有续扬力到回推到业绩 那业绩的部分除了营收的表现 歪歪的成长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是毛利率 可是毛利率你们看不到 对不对 好 这是近期短线上的股票 这是5月30号讲的 开始买的 115块 119块半 然后123块 好 这是硕天 涨到123 好 今天做了一个拉回 冲出去最高点到126之后 回到120块半 好 如果你有我的Facebook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的社团影音 怎么跟你们讲 我是绝对不会带你们埋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第一时间叫你们上市的时候 是这一天 都可以赚到钱 它只是一个短线上的东西 谁说这个长假之前 哇 我就一定要光旺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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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看着行情就过了 对不对 5月盘整 6月上涨 7月喷出 你不要等到7月喷的时候 才要买股票 看见别人看不到的 如果每天都是1分之2 做错选择就没有大赚的机会 我看那个融资余额这个样子 真的很多投资人真的很可惜 在这一波你看 这个融资就 就几乎都没进场 就这样看啊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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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今天是 两天板加速只有两家 不好意思 其中一家是我们手中的持股 而且不是今天买的 不是今天买的 是今天以前买的 不是等解套的那一种 是获利IMG 对不对 好 这是5月30号 我在跟你讲的一支股票 低价的机优成长股 好 你们都知道 我很看好工业用电脑 好 你看这个 方价节前 这个 给卢面值就是要创新高 你看这个融资余额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包括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股票的融资余额 它是一个 很再明显不过的 这个 这个产业趋势的 那公共四点里面 里面 其实最便宜的 就是这一支了 好 这5月30号 今天上市只有两支股票 涨停板 对不对 上市贵 上市只有两支涨停板 上贵只有三家涨停板 就总共只有 一二三四五 五家公司涨停板 你觉得这五家公司里面 哪一家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家的 不是今天买的 今天以前买的 不是等解到的那一种 是正在赚钱 讲在前面 5月30号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拉近一点 它的波段低点 因为它是周线 波段低点是26.75 好 这是今天涨停板 冲出去的K线 这是日线 好 波段的低点在哪里 我们拉近一点 26.75 简单的说 你有整整 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布局 因为我是5月30号讲的 今天是6月8号 全部都赚钱了 突破跳空趋势改变 同学 突破跳空趋势改变 这是向上命运K线 成交量最大的高点 当然不是最高点 我要问大家 当你们都在等那个 我也在这里讲 农历 这不是农历 冬午节完以后 我在看吃完粽子 会不会变上变下 所以有人愿意捧着大钱 去追一家公司的涨停板锁住 然后让你一张都买不到 理论上要这样说啊 它成交量是昨天的三倍 三倍 三倍 对不对 为什么 在它营收出来之前 我就先买 营收出来也没有特别亮点 那为什么今天涨停板 我觉得不是单纯 只是看营收的啦 同学 再给你看一个东西 这是5月30号的周线 对不对 好 这是来到6月8号的周线 这是之前的波段高点 这是老朋友的 做了两次的分段操作了 每一次都赚钱 这是出来 你买到1 2 3 4 5 6 7 7个礼拜 这7个礼拜买的都赚钱 不是吗 当然我不是买7个礼拜 我买一个礼拜而已 我买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它就涨停板了 就创新高了 就赚钱了 重点是我买了多少 我买进三分之一的部位 同学 我这一个本级的会员 它一共只有两只股票 一共只有两只股票 我讲过持股三档内嘛 进出纪律化嘛 两只全部都是赚钱的 获利ING 同学 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 而是要懂得把烂牌把它打好 你看哦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那你等我一下 我要给你们一个观念 今天涨停板现行就很好看了 对不对 好 可是拉威爱的时候呢 我们拉近一点 这根藏黑会好看吗 你会不会藏黑把它卖掉 或者是涨黑该买的时候不该买 涨黑完又又黑 会不会卖掉 我不知道 会不会等了两天之后 冲上去留上影线 又卖掉 今天涨停板 同学这个 这个以后我有机会 我再慢慢跟你们讲啦 当然你会不会要去追 靠来不要来找我 因为这只股票 我们做了很多次了 不是现在才在做而已 之前已经做了分段操作 因为一家公司 你对它的基本面 非常手脸的情况下 你大概会知道它的PE 它的就是股价进质比 或者是它的本益比 来到什么位置点去买 它是相对安全的 你应该要知道这一点 你家里在做股票 上色 倒定黎甘 就不用忙去忙出的啊 对不对 我一下要买这个 一下要买那个 一下要追这个 一下要杀这个 每天这样 都是汗啊 对不对 这舞派不用那么忙啊 所以高手要懂得烂牌 什么时候要变好牌嘛 就把烂牌把它打好嘛 今天涨停满以前那是烂牌啊 可是我跟你讲说 它就是最便宜的 工业控制的4.0的股票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它低价机优成长 今天上市贵涨停满之狗 只有五家而已 有四家基本上算是阿萨布鲁的 什么 正达9块8毛2 热市3块3毛2 全达11块9毛5 就是让12345其中一家就是我们家 我再告诉你的是 我们知道的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嘴嘴听 请用嘴听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六小贺 酒吧专案 边做边学边转 走吧 大家一起转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六小贺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情麻 新闻破敌 进出实战 淘苦抱抱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例子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裤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贺 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贺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小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叫小贺 酒吧专案 边坐边学边转 走吧 大家一起转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折掘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我们下期的传统 好 基本上放假節前的一個佈局 股票重出去 那放假完以後 你現在要怎麼做 你的操作的策略是什麼 好 我跟大家講 你要買 可是要買的那個節奏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有些在強漲的 漲停的 他隔天未必是買一點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昨天給你short time驗證對不對 碩天 昨天是不是很強 隔天如果買的話 是會套牢的喔 是會不開心的喔 對不對 好 像昨天你看這個光寶科 它是漲停板 隔天見高點之後馬上摔下來 這全子骨的部分 為什麼 這我在我的社團影音都有講 包括這個 這昨天是跌停板啊 對不對 不是很多人去放空 哇 我要賺錢跌停板 對不對 那今天呢 對不對 今天可以跌停板 昨天漲停 這我在社團影音裡面都有講 這都是技術分析啊 同學 這真的都是技術分析 一個波段的超版高手 你短線一定要都比誰還要而犀利 你要看到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它今天漲停板 可是它可能是個賣點 它今天跌停板 它可能卻不是一個空點 你如果看不透的話 你常就是追漲停 殺跌停 好 就像這個股票一樣 昨天外資看好了 237塊 今天摔下來 對 剩230 從192到230的習慣 這整整有這個 多少價錢的空間 你自己去算一下 對 這邊有45塊的空間 你至少至少賺個25吧 對 連八哥要賺個25塊 價差不難啊 可是重點是這一天 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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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買嗎 或者是你會不會去殺他 這個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啊 你對連八哥沒有三顆星 那你對我 也要有三顆星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嗯 這邊不是賣點 對不對 我沒有買連八哥啊 因為這一波比連八哥 同時間在這個地方點 漲上來的幅度來講的話 比他快的太多了 那我今天不能分析10檔 白檔有漲就算計效 我今天跟你講什麼 股票漲停板 我們會員持股 那我股票最多就是三隻 包括我手中有持股 我怎麼去分配 怎麼去做分段操作 怎麼去做時間價差的佈局 這都是很細膩的事情 他絕對不是四個號碼兩個字 他絕對不是 我今天跟你說幾個表 那講講的 漲停板的就算我愛 不是這個樣子 安晴請你注意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跳功缺口 今天的安晴 他盤中又來到新高點79塊3 好 這個缺口 請注意這個缺口 已經1 2 兩個教會日沒有回補 那請注意358 這三個黃金數列的數字 因為他只要滿足其中一個 他就是主身段了 他就是主身段了 那更不要講說這個 炎陽的部分 好 現在目前的一個價位 我們看一下6579 收盤再創新高來到134塊9毛4 好 因為新貴的TIC不太一樣 好 這是炎陽的部分啊 炎陽前四 前四個月是賺1.62 然後 包括我就講這個吧 這個第一季賺1.51 這個都能夠比價炎陽啦 營養現在130幾塊 這112塊啊 對不對 那這個又有機會跟菲姐去比價 那你不覺得這真的是太便宜了嗎 超級便宜啊 當我在跟你講說 一個是低價工業控制這個 公共4.0的股票超級便宜的時候 我講了一個禮拜 甚至我在3D連線 我講了一整個禮拜 大家都覺得 那就這樣啊 掌停板 嗯 喔 真的耶 對不對 買不到了 對不對 看見別人看不到的吧 同學 不要每次 就是人家掌停板 再去分析的時候 你才會突然驚覺的說 我怎麼 我當初沒有發現呢 我當初怎麼 我怎麼會再等端午節呢 對不對 那你現在等了就等了嘛 那後面怎麼辦 後面怎麼去 怎麼去處理 不要老是落後人家一步啊 對不對 就好像 這一天我在跟大家講說 嗯 這邊 要買到滿 買到滿耶 在上來的過程當中 我只有換股操作而已 我從來都沒有減碼這件事情耶 我沒有減碼 是我只有換股操作的事情 因為有些股票它分段操作一點的時候 要賣掉 賣掉之後換其他的 它摔回來的時候 那個地方再把它接回來 利用一個時間差跟價差的概念 好 操作就是要這樣做的啊 因為你的 你的資金部位是有限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們股票三支就好了 然後怎麼去調整 怎麼去做分段操作 對不對 最關鍵是 最難的那個時候 我沒有閃啊 我去給你驗證啊 我去給你驗證啊 驗證一個操板手 不是操板手準啊 是肩膀 筋角頭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理論上這疊成這樣 應該要躲起來才對啊 對不對 如果要疊頂 疊頂五 我就五四三 給我想像是這種人嗎 對不對 如果一個操板我們已經確切的告訴你說 就是 要有能力把它打好 事實上我們也做到了啊 那我現在在跟你講是不是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可能你趕快進去all in 那震盪的話怎麼辦呢 萬一各小二不小心看錯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怎麼去處理 真的會嗎 真的試試給他們兩個字嗎 好 至今 我在講這個量指點技術 然後這個Sansung的一個部分 然後包括它的第一季的財報是1.98 然後包括 這個是後面是最重要的 萊寶什麼時候掛牌 掛牌架是多少是最重要的 這是拖斷的角度上還是最重要的 那短線上的部分 當然就是看這個五月份的營收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五月份營收 今天下午公佈了 5245的至今 它五月份營收是1.41億 1.41億 年增率的話是80% 好1.41億到底是好成績還是壞成績 到底是好成績還是壞成績 我有跟你們講過一個標準喔 對不對 好 好這個部分 我會在我今天的臉書裡面寫比較詳細一點 但是這個產業趨勢是沒有變的 重點是這一天呢 131塊 它是跌停版買進 然後我跟你講150以下沒有太多的時間嘛 然後拉回160 然後這一波170 卻偏偏有人要去追170塊以上 對了 我就想都沒有了 我不能講你買170塊 甚至178塊半 它後面不會賺錢 可是我總覺得說 為什麼那個不該犯的那個錯 那個出手要合理出手啊 我之前有比喻過一個籃球比賽 它是一個團隊 你要出手的話 你基本上是要合理出手點 可是如果空檔出手沒進 那沒辦法 對不對 那算是 就是精準度不夠 要再加強 可是如果你是那種 就是強硬去出手 就算得分 那也是曬到的 你知道嗎 中國也是一樣啊 你有些時候在背離斷買股票 欸 賺錢了 我好像就覺得這個背離斷沒什麼 對不對 現在是被電到的時候 你才會喘良到 說原來我怎麼會在超速的時候 那個那個那個車子 就是已經 已經瀕臨一個警戒值的時候 我還在踩油門 不是這個樣子嗎 這就是技術分析給你的東西啊 好 你看喔 這種要分段操作的股票 可以37塊買 40塊賣 這個我講的都是成交 成交 就是你最低可以成交 買最高的價位 賣最低的價位 38塊1買 43塊2毛5再出 就是這樣兩趟 可以賺23個百分點 如果不做的話 後面就沒賺錢啊 對不對 這就是操作啊 那產業的趨勢它沒有變啊 你看最近為什麼 為什麼紅肌可以這樣一直漲 你看從10塊4漲到15塊2 這漲了快50%耶 你看這個維新 它也接近波段新高耶 好 然後這個技嘉 技嘉37塊9 這個 我們去Computex 就是在看這個東西 技嘉它的攤位 它的攤位 最後一天展出的時候 它是在 它是在一管 世貿一管 那個它長出的VR 然後包括 虛擬實境的部分 包括結合 一些周邊的東西的時候 我大概就知道 這個東西是有看頭的 因為所有的 就是傳統的主機板廠 或者是PC廠 或者是NB廠 它都已經在注意這一塊 甚至已經在投入資源了 表示它的規模是夠大的 那這個東西 你就要知道說 為什麼工業用電腦 電子5個當中的4個去投入 它真的有錢賺 它真的有錢賺 所以它是 產業趨勢向上 所以你現在要買的是買這種 你不能買了以後 再等看看它的營收出來 是不好的 然後看會被利空出鏡吧 不可能吧 要能夠看到未來 要靠的是什麼 不是眼睛 眼睛看報紙也沒有用 因為外資常常給你假消息 要靠的是技術分析 那這個東西 要驗證 不斷不斷的驗證 去證明很多的事情 證明的是 報紙上給你的東西 外資講的東西 你有些時候聽聽就好 這在他們講不好的時候 他們講好 他們現在講好的時候 是在6月4號 請問你6月4號跳進去買聯發科 你還會賺很多嗎 對不對 6月4號報紙出來 可是你買的話 這是成本附近的 又開始掙扎 如果說 他再跟你講說 聯發科原來是不好的 哇 你不就爭笑耶 對不對 不是一次耶 單單一個聯發科 五個月可以玩兩次這樣的遊戲 那兩次 如果你當作我是猜好了 這個低點猜對1分之1 這個高點猜對1分之1 這個低點猜對又1分之1 那就是1分之1的三次方 就是要1分之1的機會 如果是單純猜的話 這三個點全部猜對 那個機率也很低啊 那偏偏還是有利空的時候 那你覺得我真的是靠猜的嗎 對不對 那這一次 這2月份 對不對 好啦 聯發科你就當我猜對了 那大盤的低點 你也是 我也是猜對了嗎 這一次的低點跟這一次的低點 都是同樣的訊號嘛 所以我跟你講說 把技術分析學好 不要再做股票一死人的路在 所以你真的有三顆心的 短午佳節過後 這段時間 趕快跟我們聯絡 因為接下來 你老高的 要趕快加緊腳步 把他跟上車 電話撥通就對了 但是 龍城 飛將在 不叫 胡馬 杜英山 閃會的真之聲 話容點睛 感謝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撥通 財運 橫通 展會 拜拜 好 頭痛 請用 五分出 吹起疼 請用起疼 五分之 五分之 好 六小賀 酒吧專案 邊做邊學邊賺 走吧 大家一起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六小賀老師 風行操盤室 有臉書囉 標普勤拿 新聞破敵 技術實戰 好苦爆爆 都在這裡一次滿足 立即讓FB加入 搜尋風行操盤室 運搭頭褲 鍾老師 解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才叫 叫小賀 十股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曲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小賀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台北市有限電視新選擇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挑戰台北市最低價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數位高畫質影音 高收視率頻道通通有 載送數位機上盒 現在就換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0809 096 111 早尿生辦更多優惠喔 當股市千變化的話 當操盤千頭萬緒 得機會千載能逢 昨日啟用1000元 體驗烘天了一個月 就算轟動時找操盤密集 及上課券 千言萬語 這次只要1000元喔 請播022365 3255